很多同学问了剧情方面的一些什么影片吗? 我们今天就开始慢慢研究剧情 因为剧情其实有一点复杂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次讲到那个剧情的时候 我们讲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看一下上面嘛 Ich bin eingeschlafen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那个句子 Ich bin eingeschlafen 就是我入睡了 我睡着了 Ich bin eingeschlafen 所以你看主字在前面 动词在这里呢 最后面有那个过去分子 还记得吗? 过去是呢 过去分子就是放在最后面 但是你看中间我们有一大堆东西呢 我们有昨天 我们有因为药 什么安眠药吗? 我不知道呢 Tief就是很深 在沙发上 所以你看这么多资料呢 这个怎么排列呢? 像我们这里有一个怎么讲 一个可以帮忙的一个句型 这个叫做 Tekamolo 你可以背 Tekamolo 但是你这样背的话可能没有用啊 你应该知道 Tekamolo到底是代表什么东西呢? Tek,我们看一下 Tek是Temporal Temporal就是跟时间副词有关系 所以你看哦 我们那个Temporal的那个部分 我们讲昨天不是一个时间副词吗? 所以第一个呢 Temporal 而且这个句型是固定的 Tekamolo 第二个就是Ka 那Ka是什么东西? Ka就是Causal Ka就是讲到一个原因 你为什么昨天在沙发上睡得很深呢? 因为Vegan der Medizin 可能是因为是那个安眠药 Vegan der Medizin 然后第三个就是Modal Modal就是如何呢? V就是睡得很深 Tief 然后呢 Loh 那就是Local 就是地方嘛 Local Vo 那就是在沙发上 所以你看Temporal 如果你忘记的话呢 你就想到什么时候呢? Van 第二个呢 为什么呢? Kausal 为什么呢? 第三个呢? 如何呢? V呢? V呢就是Modal 第四个呢? V呢就是Lokal 那是一种巨型的规则 所以我们可以说 Ich bin gestern wegen der Medizin Tief auf dem Sofa eingeschlafen 那现在有人可能会问呢 那我可以说 Ich bin Tief gestern wegen der Medizin auf dem Sofa eingeschlafen 没有问题哦 我们听得懂 但是呢 说实话呢 听起来怪怪的 听起来有点不习惯的 所以一般人在写文章 还是在写句子的时候 大家都会注意到 Tekamolo Tekamolo 所以我们这个句子 刚好有四个都有 Tekamolo Temporal, Causal, Modal, Lokal 但是有时候 可能只有两个 是一个 也可以 Ich bin gestern eingeschlafen oder Ich bin gestern 在上课的时候 im Unterricht eingeschlafen oder Ich bin gestern wegen meiner Erkältung eingeschlafen 其实不一定每个都会有 但是如果你四个都要讲的话呢 你就记住了 Tekamolo 这样你的句子就变成很完美 那怎么记住呢 你可以背 对, oder 当然可有一个好注意哦 Tekam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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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就是这么简单 Tekam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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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kamolo